记者张慧文台北报导,红玉科6482宣布董事会通过库藏股计划预计一,85亿元上限金额在两个月内买回1000张股票,买回价格区间落于24,15到58,74元,公司表示将用于转让给员工之用以作为激励降酬。 红玉科表示,今年智力推出新款游戏产品并扩大布局海外市场,尽管受新旧游戏交替影响营运表现,但公司仍将伺机扩编研发人数寻找有潜力的研发团队进行合作,以增加游戏开发数量,同时智力朝向扩大营运规模,丰富产品线,希望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创造双赢,因此董事会通过实施库藏股, 用来奖励员工之用。 红玉科计划买回1000张股票将占发行总股数的6,41%,且本次买回股份已考虑公司财务状况,不影响公司资本的维持,预定买回期间为9月7日至11月6日。 红玉科计划买回期间 红玉科计划买回期间